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薛儿 若林导师 玉儿 怎么样了 二哥还没醒过来 昨晚校园哥哥一夜没睡 一直为他疗伤 二哥 二哥 小言子 我还以为等不到你了 二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小家前移到墨铁佣兵团的头两个月中 倒是一气平静 云兰宗的搜寻 也并未扩展到边境出来 那天晚上 正是墨铁佣兵团的环境日 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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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软了 是 爱国 走一个 什么这个啊 什么事 别开点 快 快过来 大家小心 什么 什么人啊 小心 放开 你们可让我好找啊 动手 你们是远兰宗的人 要对我们肖家赶尽杀绝的 还能有谁 你们说是 那就是吧 肖顶 肖利 我把二长老拖住他们 你们立刻带着大家逃出去 快走 大长老 也惨造毒手 云兰宗 云山的老贼 要对我们肖家赶紧杀绝 肖顶哥哥 你要去哪儿 为加玛帝国 我要云兰宗所有人陪葬 肖顶 你给我站住 我拼着这条命万里迢迢过来寻你 可不是让你跑回去送死的 你现在能杀得了云山吗 这血仇必须得报 你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但不是现在 肖顶哥哥 肖家如今遭受大难 除了你 还有谁能挽救 你若出师 如何与肖叔叔交代 而且 这件事 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 那夜拒杀我们佣兵团的 除了云兰宗之外 还有一名神秘人 他是一团看不见容貌的黑影 武器 是黑色铁链 他的皮铃铛在黑夜中 没想起一次 比如有一名族人 被尸牌身体拖走 看他们的举动 不像是受屁而杀人 反正像是 在寻找什么东西 黑影 黑色铁链 为什么他们会盯上肖家 肖家与他们 没有半分瓜葛 我们并不知道 他们究竟要寻找什么 但是大长老在死前 却让我和大哥转告你 务必将家族之余保存好 绝不可落入外人之手 原来他们的目的是 驼舍古地狱 大哥和其他族人如何了 我们一路被追杀 今天肖家是凶多棘手了 我来拖住他 快去通知三弟 大哥 记住 我们可以死 但三弟不能死 大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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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akk 你 인이 你 还要问问我海波东答不答应 大哥虽然身受重伤 可在海老的帮助下 也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随后 大哥和残存下来的萧家族人 便是在米特尔家族的偷偷庇护下 转移到了云兰宗的绞杀范围之外 海老的这份恩情 我们萧家 定要铭记在心 如今 莫提佣兵团 几乎是全军覆没了 萧家也元气大伤 实力不复以往 只能苟延残船 二哥 这血仇 我会报 自然是要报 云兰宗将我萧家 逼成这般模样 若是不杀了那云山老贼 怎对得起几位长老的拼死相互 萧丽堂哥 我 我父母可还好 你母亲还好 可 伯父在战斗中 断了一条手臂 萧儿 我想知道那所谓魂殿的一些信息 以你的家族背景 想必应该听说过 魂殿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 二哥刚刚所说那些黑影的攻击方式 与我曾经偶然遇见的魂殿众人 几乎一模一样 我想 他们之间应该脱不了干系 魂殿 是大陆上一个极为神秘与诡异的组织 正如萧与哥哥所见 他们在斗骑大陆到处请纳灵魂体 至于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我也不清楚 如今 魂殿对萧家下手 怕是与萧严哥哥手中的驼蛇古地狱有关 我想他们应该是知晓了隐藏于这古狱之中的什么秘密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云兰宗竟然和魂殿有所瓜葛 又是该死的云兰宗 萧严哥哥 若是当年不与纳兰燕燃定什么三年之约 恐怕也不会连连的家族破败 情人失散 人不轻狂往少年 萧严哥哥并没有错 就算萧严哥哥与云兰宗没有冲突 那魂殿为了谷御 迟早也会找上门来 正如二哥所说 如今身为萧家支柱的你 若是倒了 萧家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的机会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 便是让自己彻底变强 我明白 谢谢你 轻儿 云兰宗 萧家的血债 日后我要你们百倍偿还 萧家的血债 优下二哥 顺利进几大都是 叫言座 多亏你这段时间精心为我疗伤 我不但完全伤愈 还顺利进几 二哥见外了 小银子 我想去黑角域 二哥为何有此异想 黑角域不愧是 大陆最混乱的地方 来找你的路上 差点就把小命 留在那里了 不过 那里的氛围 倒是很适合我 没有任何规则 我可以在那里 无所顾及地 建立一些东西 就因为黑角域 是没有规则的地方 所以 他也太过混乱 放心吧 怎么说 我如今也是大斗师了 而且那种地方 又不全都使用 再加上 有勋儿送的这两套 雷电属性的 斗器功法与斗技 就算是寻常 四五星大斗师 也奈何我不得 勋儿 这么好的姑娘 你可别辜负了人家 看来 二哥决心已下 那我也只能全力支持 二哥你这几天 还是先再留一下 我再给你炼制 一些丹药防身 那自然是好 二哥 这个你拿着 在黑角域 应该用得上 这是 这枚戒指中 有一小撮一伙 危机关头 能用这一伙 杀敌逃生 小言子 这些足够了 放心吧 你二哥 可不会逊色 黑角域的那些杂碎 二哥保重 若是有事 随时来找我 好 我会随时 让人送信给你 让你知道我的行动 小言子 这一切 我都不会让你独自承受的 小言哥哥 不要太担心了 你二哥的性子 肯定能在黑角域中 有一番作为 熊儿 谢谢你赠予二哥的那些功夫 小言哥哥 还要与熊儿客气吗 我们也该回去了 强榜大赛 只剩二十五天了 这一次 必须进入前世 我来向你挑战 这是小言在打败白城 取得强榜的三十四号 第一次公开之处挑战 大家都愿愿欲试要挑战 你说大赛是不是找最深 不过强榜大赛吧 还不保存实力 你别强啊 大哥 二哥 只要我们还在 肖家就永远不会倒下 中西大陆强者为尊 公平与正义 需要实力来衡量 哪怕前路不满惊奇 肖家子弟 也会迎难而上 永不退缩 是为肖家 讨回公道 还有谁 我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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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